全新升级的加拿大羽毛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中午才结束第二轮争夺 中国队在第二轮比赛中取得全胜战绩 两名男单一名女单两队女双一队混双闯入八强 在第二轮比赛中国语的三名单打和三对双打全部获胜 其中男单雷兰西以2比0击败中国香港的五家郎 李诗峰则以2比0淘汰首轮战胜陶田闲斗的德国选手伐笔安 雷兰西和李诗峰携手晋级八强 女单独苗高仿杰以21比14 22比20击败从次格赛晋级的瑞士选手珍吉拉 女双谭宁刘胜书以2比0淘汰丹麦7号种子麦肯蒂格森 另一对女双李怡静罗徐敏面对中国台北的徐亚清零婉清 虽然首局以27比29势力 但他们及时调整 以21比8、21比15连班两局获胜 混双成星陈芳慧也经历三局逆转 他们以15比21、21比16、21比12击败中国台北的杨博轩胡林芳 主力进前的日本队进入八强的球员最多 在男单和男双八强中都各占三席 女双和混双八强更是各占四席 女单则只有山口签一人晋级 其他名将如拉克什亚、辛德胡、拉差诺、张贝文、阿山亨 德拉、琼卡潘拉温达、本亚帕伦塔卡恩等都晋级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队有四场比赛要与日本球员争夺四强 其中 男单李世锋将对阵渡边杭贵 雷兰西将首次遭遇奈良钢攻打 女双坛宁流胜书将对阵两届世锦赛冠军 永元和可纳松本马佑 混双成星陈芳慧要对阵二号种子 山下公平小谷菜流 此外 女单高仿杰要再次挑战名将辛德胡 女双里一进罗徐敏要对阵二号种子 琼卡潘拉温达 由于时差的原因 加拿大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 与北京时间7月8日凌晨两点开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